連接深圳東部的香園圍口岸下星期三啟用 但只限跨境貨車通往深圳連堂 業界擔心口岸細 如果大批司機要現場做病毒檢測 通道不會採塞 潘耀昇報導 花了七年起的香園圍口岸 連接香園圍公路 在沙頭角再入些 貨運通道下星期三啟用 朝七晚十 出境香港首先穿過閘口 給海關業員貨直行到深圳連堂 回程入境香港做完檢查 要經髮夾彎出 這個位置業界反映過太窄 現在擴闊了一點 疫情下跨境貨車過境要有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連堂口岸可以即場採養 不過業界又擔憂 因為連堂口岸比較便宜 這個口岸 我們的車過到去已經進入貨運通道 即是要過關的 那些車要在通道那裡停 然後做核酸測試會造成制實 如果有10至20部車已經可以頂住 因為那個位置很小 也沒有太多餘位 百多米已經到香港後 是一個很近的距離 蔣志偉預計 口岸啟用初期不多車會走 因為要等運輸公司 在連堂口岸的邊施立辦公室請人 支援報關等工作 可能要一年時間 客運通道因為疫情暫時未開得 所以跨境巴士私家車都不走得住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聲報導 一方是否不走得住 因為用車 unveils 都沒有動物 駅